小媳妇 你到底怎么了 你哪儿不舒服你就说呀 你家夫人到底怎么了 夫人她 应该是因为老爷见死不救 伤到稀罕 我早就说过了 你这个性格是要吃亏的 你看看 好了好了 我现在也是吃人家嘴短 不方便多说什么了 但是你仔细想想 这个姜隐天呢 它确实不是个东西 可是这个姜家小娃娃 它还是可以的呀 你看啊 继承大典那天 要是没出什么乱子的话 那姜清流 已经是武林盟主了 那天下和平 歌舞升平 粉饰太平的 结果呢 多怪那个 那个博弈景行 他这么一跑啊 整个武林都被他搞得 凹凸不平了 只要啊 在这个江湖里 那就是身不由己嘛 他不为江湖生 江湖就要他死啊 我不要什么江湖 我只想要我的家庭 我只想要我的家庭 行了行了 那你哭吧 哭完机的把桌上这碗药给喝了啊 然后早点休息啊 本尊你累了 我看 就回去睡觉了啊 噢 sehen你 到時